好 财经消息这一节的环宇世界通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英特尔执行长 季辛格这次访台 再次的引起了各界对于晶片 还有AI产业的这个相对高度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 美中两大强国战火持续的延烧 一路呢从这个贸易战达到了科技战 再到晶片战 谁也不想输给谁 但是目前进度到底是如何了呢 到底谁现在走得比较前面呢 回顾一下吧 还记得吗 当时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去年才通过了这个 5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 这一笔金额其实高达了 1.7兆的这个晶片法案 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后来都怎么来做利用了呢 来看到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科技大厂英特尔将会是 这一笔晶片法案补助的 潜在最大赢家了 有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金 换算新台币大约达到 2000亿左右的一个巨额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接下来英特尔计划 他会来生产在美国的部分 来生产这个军用 还有情报上面所需要的这一些高阶的晶片 还有相关的设施 正好符合美国政府现在所需要的 而这也是在这个世代之下 打战最重要的科技新技术了 包括可以用在AI人工智慧 间谍活动 网路战甚至到先进的战机飞弹等等 尖端武器 这一些机密的晶片设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公开 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作是安全飞地 美国这么做背后的目的 其实也很能够被理解 其实就是要来降低来自于东亚国家 甚至是台湾的进口晶片的依赖了 换句话说 这其实也是投资在自己国家的安全上了 好刚才提到了要用最先进的晶片 也要用来生产的就是AI 看得出这个执行长 季辛格现在对于AI的发展 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而今天众所瞩目的焦点 就是季辛格他在今天抵达了台北 发表了这场科技的专题 这次的这个科技专题 主题是AI无所不在 他说呢 细经济的时代已经正式的来临了 他也再次的提到呢 AI未来将会被广泛的利用 包括一路是从客户端到中端装置 甚至到网络云端等等 AI将会使得各种工作的负载存取 使用变得更加容易 他也认为细经济 接下来会创造庞大商机 根据过去经验 细经济相关的设备 在过去五年 其实已经成长了五倍 预估在未来十年 他认为会成长15倍 因此英特尔他也定下了 这个新的计划 他说呢 要在四年内推进五个世代的制程 认为摩尔定律将会持续的延续下去 甚至企图要来超越台湾的台积电 不过引发外界高度质疑 基辛格这一次是不是把话说得太满了呢 因为英特尔今年来看到他的资本支出的部分 高达200亿美元 还是远远的少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320到360亿美元的支出 未来的发展还要持续关注 来看到基辛格这回来到台湾 接受专访到底说了什么 未来要如何在AI领域和台湾来做合作 一身西装 英特尔基辛长基辛格 今年二度来台 科技论坛开奖前 供应链大咖云集 甚至跟宏基董事长陈俊胜 滑硕懂作师从堂热情拥抱 不只特地来台固装 甚至难得公开肯定台积电技术 还说要携手推晶片 对比两年前可是多次呛过台湾 地缘政治不稳定 甚至直指美国政府 不该给台积电补助 惹得张忠谋开金口回呛 基辛格很难在五年任内 把英特尔拉回盛况 在五年以前 我说这个家伙有点不客气 可是他对TSMG也很不客气 台独180度转变 正是因为英特尔近年来 连续遭到三个台湾人夹杀 金元代工阐输台积电 更被回答超车 输掉美国市值最高的 半导体公司宝座 CPU市占责被超微瓜分 面对各方诸侯逼近 英特尔轻敌连连基辛格 都自认太傲慢 没把重心放在金元代工 导致良率落后同业 为了追赶又被迫出售其他业务 更惨的是2020年被苹果分手 Mac不再用英特尔晶片 市值更大幅缩水 2011年市值还有1235亿美元 当时台积电只有它的一半 如今反过来台积电冲上 4466亿已经是英特尔将近三倍 台湾尔想赢不能没有台湾 连亚太际日本区唯一的实体科技日 都要办在台北 就足以验证这回不只是故庄 更是代表台湾科技实力 早已遥遥领先全球 好我们看完了这个高阶晶片 还有AI的生产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AI手机将会是未来的一个 全新的天下了吗 新的科技革命是要开始产生了吗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IC的设计大厂联发科 目前的市值是突破了1.4兆元 他看好的是 接下来生产式AI将会引爆全新革命 发表的这一款最强的旗舰晶片 叫做天玑9300 这一款是一个5G生产式的AI晶片 而内部采用的正式台积电的3奈米 还有来看到的是这个AI的引擎 这一款APU790 可以来让算力大幅的提升 而且最特别的是 他在不用联网的这个情境之下 就可以启用AI的生产式AI 也就是说在手机上面 消费者就能够靠着一台手机体验 所有的AI的文字图片 甚至是音乐终端的一个生成 非常的快速 而且是前所未见的 因此现在来看到 外资是如何看的 外资相当的看好 将会来带动 接下来三到四年会有一个全新的AI手机的换机潮 而联发科 可望因此受贿 将会在未来的股价部分 有望重返千元的重要关键 这是来自于外资的最新说法 好 另一头不只是联发科 高通同样的在日前发表了一款 以AI为诉求的这一款旗舰晶片 可以用在AI的手机上面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 到底AI手机具备怎样的功能 在手机市场如此竞争 现在又高度饱和之际 再次的引爆换机热潮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手机中的美女撩法回眸 一秒通通变成动画主角 没空拍照 生成一张图片 把篮球和机结合在一起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用AI语音一秒就能帮你生成照片 甚至不用网络 你可以给他一张图 让他直接帮你提取信息 基于这张照片 帮我想一条小红书文案呗 也可以直接回答高难度问题 或是帮你写学术文章 发网络文案 陆场最新AI手机搭载的 正是联发科最新AI旗舰晶片 天玑9300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生产 CPU峰值性能提升40% 功耗节省33% 在工艺方面 天玑9300 集成了业界最大规模的 227亿个晶体管 这使得它能够高效地处理 更复杂的一些任务 AI手机成为新趋势 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 加上强大的语言模型 经过精准计算 就能预测使用者需求 不只有陆场 据还没爆料 三星将会在新 S24手机中 加入AI人工智慧助理 AI拍照 语言生成 而苹果更是每年 砸10亿美元 投资开发 生成式AI技术 过去这些很多的运算上面 其实它都要透过 云端上面来处理 那现在我们直接 在手机上面就可以完成 它不只是帮你做到 去辨识物件 它也可以帮你去设想说 你的拍照内容里面 可能需要哪些的构图 等于一机在手 就能处理各种事物 AI手机替市场 均入新动能 成为手机大厂 下一个紧战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